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乱七八糟的 机子该不会是看上我阿尔特了吧 啊 我可爱的德丽莎 主教大人 你怎么在这里 我可爱的德丽莎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糟糕 不能让我偷看到机子的信件 得赶紧藏起来 没 没有啊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你说 要征婚 还有看上了我阿尔特 不不不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听错了 我不会听错的 小德丽莎 你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 哎呀 都说了不是那样的 你可是鸡 鸡 鸡 鸡元巧合之下才说出来的 是身不由己的 鸡元巧合 身不由己 你是想说 没想到只是在圣弗雷雅学园 多看了一眼瓦尔特 就被他吸引了吗 不是这样的 没想到 居然会变成这样 都说了不是 我辛辛苦苦将你从小养大 我对你的感情 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算了 没关系 小德丽莎 我不会责怪你的 你也这么大了 是时候体验一下恋爱的感觉了 经历爱情可以使人成长 所以在感情问题上 我也不会干涉你 但是 唯独瓦尔特不行 我们是敌对阵营 先不说你嫁过去会不会被穿小鞋 他会不会喜欢你还是个问题 你看这样如何 我复制个自己的分身给你做个伴儿 你先培养一下感情 我猜不了 你看你看 哼 小德丽莎 你已经开始对天命 又逆反情绪了 唉 你倒是好好听我说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们可能都觉得 逆伤的思想比较符合时代的潮流 觉得天命陈旧保守 但是你们要想想 逆伤这些投机取巧的人 不过是些运气好点的爆发户罢了 天命数千年的历史 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与生育 都是逆伤无法比拟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拥有众多的女母神 和逆伤那些破铜烂铁的机甲不同 我们这边可是实打实的小姐姐呀 你还好意思说 也不知道是谁毁掉了圣弗莲雅学员 好吧 我承认 失去圣弗莲雅学员对天命的打击很大 但是我们的女母神部队仍在不断地扩充中 而逆伤 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M1社和可可利亚孤儿院 已经无法东山再起了 还有 你喜欢的那个瓦尔特 我记得她是第一绿者吧 我也是绿者 只是字有点不太一样而已 这样一对比 不就高下力判了吗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现在凯亚娜和牙医她们都跑去了逆伤 大家的自己角色就只有我还在天命 这足以证明现在的天命已经失去人心了 太天真了 凯亚娜她们总有一天会回到天命 而且天命新一代的女武神已经踏上舞台了 最关键的是 我们的小德丽莎可是世界第一可爱 只要有小德丽莎在 还怕没有玩家支持天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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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打什么主意 哎呀 小德丽莎的恋爱 其实可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啊 只要我发出征集令 比如 加入天命就能和女武神小姐姐为伴 还有机会获得与德丽莎的相亲纪 成为我阿伯卡丽莎家的女婿之类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获得络绎不绝人山人海的应征者 那样的话 天命的逐渐壮大就只可得了 我受不了了 有大的事业 展开 小德丽莎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给我化作天机的星星 消失吧 别急 没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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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